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又经过六十多个日日夜夜的慎重考虑 1948年4月18日 苏宇再次发报向中央军委建议 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 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 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 四月二十一日 已经从陕北来到河北省府平县城南庄的毛泽东 变告陈毅素裕 请他们赶到中央来当面听取素裕的意见 中央书记处在听取了素裕的汇报后 决定把渡江南进这件事推迟四到八个月 立足中原打大仗 毛泽东诙谐地说 既留在中原 就要把邱青泉黄百涛都记在你素裕的名下 素裕当场立下了军令状 五月中旬 朱德总司令亲临华东野战军视察 他号召大家用钓大鱼的战法 寻机歼灭邱青泉的第五军 第五军 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 军长邱青泉黄土二齐生 三十年代留学德国柏林陆军大学 四十年代曾任蒋介石的侍从副官 敌我双方的目光都紧盯着第五军 进入了高度临战的状态 素裕成竹在胸 甩开敌纵兵集团的纠缠 直途开封 陡然把战场从鲁西南转向玉东 玉东之战由此展开 开封为中原重镇 是国民党的河南省省会 1948年6月16日晚 华野工程部队向开封寄进 17日清晨突然濒临城下 涉水向守城之敌发起蒙攻 素裕这一招妙起谁也没有想到 逼得严阵以待的敌军大乱阵脚 蒋介石急得坐着专机 在开封上空督战 华野五个昼夜攻克开封 歼灭守离三万人 控制着雄厚机动兵力的素裕 从容地选择新的打击目标 果然 蒋介石急令秋青泉兵团 星夜向开封前进 又令欧寿年兵团 随线起线迂回开封 企图在开封地区 围歼华野主力 6月26日晨 狂妄的秋青泉 占领了已是空城的开封 多疑的欧寿年 却在随线起线徘徊不前 两个兵团一夜之间 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 素裕挥尸南下迅速邪入 活生生地从25万原底中 切下了欧寿年这一块 中将司令官 欧寿年万万没有想到 他率领七个师来围歼 并活捉素裕 仅仅过了六天六夜 全军覆没 自己却被素裕活捉了 更令欧寿年没有想到的是 素裕在战场上宴请了他 还请他对自己的指挥进行评价 尤其是哪些地方还有不足 深受感动的欧寿年 拿起指挥棒指着地图说 素将军一高胆大 令人钦佩 不过在玉东这块小小的战场上 东有黄百涛 南有胡连 西有邱青泉 北有牛乳鸣 加起来仍有25万之重 素将军听我一句话 就抓紧跑吧 越快越好 的确 面对多路敌人的围攻 华野参战部队 已经很难脱身了 素裕 没有跑 素裕用兵总是让人意想不到 7月5日 华野主力转兵向东 对黄百涛兵团 突然发起全线攻击 原本志在必得的黄百涛被打得惊慌失措 连连向邱青泉呼救 国民党的援兵不知道 素裕身后还隐藏着多少杀招 片刻间纷纷驻足观望 7月6日5月零点 枪炮声戛然而止 在吃掉了黄百涛的一个尸之后 素裕率领部队悄然撤离战场 欲东战役 以尖敌一个兵团 两个整编师 六个旅 共九万人的战绩 再创人民解放军一次战役 尖敌人数的新纪录 逐鹿中原的画卷还在书展 鹿死水手的较量正推向高潮 1948年 济南成为国共双方在解放战争中 亲历博弈的第一个大城市 山羽欲来风满楼 战争的阴云笼罩在济南上空 这座古城战力地等待着自己的命运 这是毛泽东为济南战役 亲自拟定的电文手稿 这些手稿涉及兵力部署 工程策略和时间 战局进展和变数等等细节 平凡和毛泽东通电文的正是素玉 此时他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兼代政委 在鲁国故都屈服的这栋西式建筑里 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彻业工作 在素玉看来 济南战役绝不是以我华东野战军32万主力 吃掉济南十一万国民党守军这么简单 而是一个必须兼顾工程与打援 双重重任的复杂作战 几番论证 素玉拟就了一份三种作战方案的电报 一 孤立徐州 歼灭援军 二 先攻击 后打援 三 同时攻击打援 此电文于1948年8月10日发往西白坡 三天后收到回电 毛泽东批复了第三种方案 攻击打援 和毛泽东的电报往来 让素玉的思路越来越清晰 以往 不论是工程组员 还是围程打援 主要目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而济南战役 则不仅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而且要永久地占领和巩固大城市 这说明 中国的解放战争 已经发展到了 最后夺取大城市的新时期 屈辅 疏读兵法的素玉 制定了攻击打援的具体部署 将部队分为工程和打援两大集团 以足够的兵力组成工程集团 总兵力14万人 占华东野战军参战兵力的44% 由许室友谭振林指挥 东西两线警工 东线由聂凤志指挥 担任助攻 西线由宋时轮指挥 担任主攻 以主力打援 兵力为18万人 占参战兵力的56% 由素玉亲自指挥 另外组建强大的预备队 防止攻击时间的拖延和意外 1948年9月16日傍晚 解放军的工程兵团发起攻击 目标是迅速突破济南外围防线 经八昼夜激战 共坚国民党军8万余人 包括王耀武在内的23名高级将领被俘 缴获各种炮800多门 坦克装甲车20辆 汽车238辆 济南战役的胜利 是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 连城一片 济南战役 消炎为散 9月24日 素玉就向中央军委发电报 建议乘胜追击 打响淮海战役 第二天 毛泽东及复电同意 并明确指示 你们第一个作战 应以歼灭黄柏韬兵团 与西安运河支线为目标 10月下旬 中原野战军攻克郑州 收复开封 东进至金埔铁路 徐州蹦步段以西地区 这样 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 由战略上的配合作战 转变为战役上的协同作战 11月19日晚10时 总攻开始了 30分钟内 华野炮兵三万多发炮弹 倾泻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 年庄阵地 黄柏涛绝望地命令炮兵 用所有的炮弹还击 进行最后的完抗 华野攻击部队 在碾庄的两道围墙的 开阔地带上 与手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攻入碾庄展开了巷战 黄柏涛在突围时 被华野部队击毙 华野全建了黄柏涛兵团的五个军 取得了淮海战役 第一阶段的全胜 第二阶段很紧张 六顿把这个范围包围下来 而且这个斗里面 这个三十几万人相当初 又怕两个不得 可能 那么大一坨根本吃得下 十二月十日 素玉从华野再抽掉三个纵队和炮兵 一部参加对黄围兵团的作战 1948年12月15日 围艰黄围兵团的战斗胜利结束 被刘国成总结为 吃一个加一个看一个的淮海战役 至此任务已经完成了大半 1949年1月6日 华野以摧枯拉朽 封卷残云之势发起总攻 经过四周夜激战 彻底歼灭了杜宇明集团 二十万人 升服杜宇明 历时六十六天的淮海战役 大获全胜 共歼灭国民党军 一个角总司令部 五个兵团 二十二个军 五十六个师 共五十五点五万人 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 在长江以北的精锐部队 淮海战役结束后的第十一天 损兵折将的蒋介石 在国民党的内讧中写下 冬天饮寒水 雪夜过断桥十个大字后 宣告隐退 毛泽东高兴地说 淮海战役 素育同志 立了第一功 淮海战役 胜利结束以后 华东野战军奉命改变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役 第三野战军 华东野战役 华东野战役 在收藏界最大的惊喜就是淘宝 也许一件新式珍宝就等待一双慧眼的发现 淘宝究竟只是一种传说 还是确有其事 华夏传奇为您讲述一个个国宝师而复德 重建天日的传奇历程 敬请收看华夏传奇系列节目淘宝季 9月27日下午2点半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举行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典礼 1955年9月27日 一个值得记忆的日子 这一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第一次授予仪式在中南海隆重举行 下午二十三十分 周恩来总理把大将军衔第一个授予了苏宇 元帅的授予仪式将在下午五十举行 所以苏宇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实行军衔治后第一个接受军衔的人 军星闪耀是共和国对苏宇战功的崇高宝奖 苏宇却说 我只是沧海疑俗 多年的戎马征战 紧张的运筹帷幄 六次负伤 苏宇炉内 体内都留有蛋片蛋头 身体受到了严重损害 解放战争结束时 他的病痛已经十分举例 尤其是美尼尔综合症的发作 使他难以坚持工作 他心急如焚 写信向毛泽东报告了自己的病况和焦虑的心情 毛泽东随即复信说 病情严重甚为惦念 你可以安心休养 直指病狱 1950年 朝鲜战争爆发 抗美援朝 是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面临的最具有挑战性 同时也最惊险 最没有把握的一种 大兵团现代化战争 带兵到国门之外作战 并且主要对手是头号军事强国美国 这对于共和国的各位战将来说 都是一个新课题 肃玉一向善于组织大兵团作战 尤其在敌强我弱的淮海战役中 表现出来的战略战役两方面的果敢 坚毅 智慧是非常突出的 因此 首先任命肃玉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 准备让其率军与美军作战 也就顺利成章了 然而遗憾的是 肃玉的病情越来越严重 已经不能附和东北边防司令员这一重任 1950年12月 肃玉前往苏联治病 这是肃玉一家三口在莫斯科的河野 照片上的这个男孩 是肃玉的长子 肃荣生 由于肃玉战时繁忙 小荣生八岁这一年 才有机会和父亲在遥远的异国他乡 长时间团聚 这是肃玉一段难得的 温馨时光 1954年10月31日 中共中央正式通知 肃玉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他没有成为志愿军司令员 统帅部队出征朝鲜 但后来 却成为下达志愿军撤军朝鲜命令的签署人 1958年3月时 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肃玉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下达命令 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分批次撤离朝鲜 1958年5月 肃玉调任国防部副部长 和军事科学院副院长 肃玉在军事科技原地开拓耕耘 主持了全军战史编写工作 他指出 战史主要写经验教训 战史不单是写战争 不单是写军史 还包括党的路线 根据地建设等等 要从全局出发 照顾团结 从具体单位出发 照顾整体 这项浩大的工程 从1963年开始 直到1987年 多卷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 终于正式出版 肃玉以自己丰富的战争经验 和深厚的军事理论素养 成为军事科学战线上的奠基人 和杰出的领导者 1984年春节 重病的肃玉 没能出席 中顾委等单位举办的春节茶话会 他委托中顾委秘书长容高棠 带他宣读的一份书面发言 我们这些老同志 常被人称为有影响的人士 我以为影响主要是党的光辉 战斗的业绩 革命的传统 作用于我们身上所产生的影响 让我们珍惜这种影响 在有生之年 为党 为人民 发出最后的光和热吧 这篇情真意切的书面发言 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们 也因此被称为金玉良言 十一天后 肃玉因病在北京逝世 享年七十七岁 肃玉去世后 她的夫人楚清同志 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 转述了肃玉生前的意愿 我在革命战争年代 在党的领导下身经数百战 在和我共同参加战役 战斗的统治中 牺牲的烈士有数十万 而我还活着 见到革命的胜利 在我身后 不要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不要举行追悼会 希望把我的骨灰 撒在曾经频繁转战的江西 福建 浙江 安徽 江苏 上海 山东 河南 极省市的土地上 与长眠在那里的战友们 在一起 1984年4月1日至6月2日 肃玉的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 遵照肃玉生前的意愿 把她的骨灰撒在她曾经战斗过的土地上 实现了她与战友们长眠在一起的夙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